韓国瑜这个对两岸事务非常的这个有看法 而且他还说两岸我最精确 然后还讲说蔡总统你又不要九二共识 你又不敢台独 那你到底要什么 你只要两个字叫权力 总统看完以后就生气就要回应他 这个专访是在一月中做的 也就是在野岛刚访问韓国瑜 那个时候韓国瑜就讲了 你又不要九二共识 然后你又不敢台独 你要做什么 日本的媒体回去到日本之后 我等一下找到那个图给大家看 用日文写蔡英文最害怕的男人韩国瑜 他们是这样下标的 这个标不是我下的 也不是韩国瑜下的 是日本人他们在观察了台湾状况之后 他所得到的结论 蔡英文最怕的男人就是韩国瑜 所以当韩国瑜他今天讲这个东西之后 陆委会要出来讲说 我跟你讲哦 你三月要去大陆不可以签署协议哦 韩国瑜有说要签署协议吗 他是要去卖农鱼产品 他是要帮助农鱼民 会不会说也不能签订单 你现在告诉我 对所以现在问题就看后市怎么走嘛 如果你压得更深了 我等一下把那个层次跟大家讲 现在第一步叫做蔡英文把韩国瑜当对手 而韩国瑜呢 就是那个国王的新衣 说出国王根本没穿衣服的小男孩 你蔡英文的确在两岸上面 这两年多以来 你没有做到什么 你要的就是权利 包含这次罢工也一样 你没有解决问题嘛 所以当他讲出事实的时候 蔡总统怒了 然后呢叫总统府发言人去骂他 你回去专系你的市政 然后行政院的副院长陈欣白来讲说 你不是说政治零分吗 现在他做了东西 人家来专访问的问题 那大家不能回答嘛 第三个就是连陆委会都要出来 先讲到下个月的事情 你要去大陆的话 你可没有权利做什么事情 这些东西从专访内容都知道 韩国瑜当然知道 但是是不是韩国瑜 连谈论他对两岸的看法都不行 就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呢 当韩国瑜的一个专访 我再一次强调说 他其实是一月中 在陈明通 上明下通陈明通 大致若于韩国瑜 那一场会面我们讨论1月23号 之前 特别我有去问韩国瑜 这是之前就做好的专访 然后今天才释出以后 你用这么大动作跟高规格 来反骂韩国瑜的同时 也证明件事情就是 韩国瑜现在两岸论述 这样讲可能比较对 国民党的政治民心不好意思 是超越现在看得出来的四大天王的